大家好,我是Sylvia 她是我老公 大家好 我今天帶你們來吃 新加坡最好吃的 點心 啥? 自從上次我們有一次 老師唱了廣東歌 大家就抄完一直說想要聽你講廣東話 你說我說的不好 說的不好沒關係,只要可以點飲茶的菜就夠了 今天我們本來是要炫耀廣東話點那些點心 但是因為我們剛好挑到這家店 就是自己手寫自助式服務 所以就沒辦法表演給大家 但是我們等一下就會邊吃邊叫 老師教我們講幾句 介紹每一道的名字 就是至少讓我們去飲茶的時候 可以秀一下就是我們的廣東話 因為上次我是說你是廣東人嘛 然後就有粉絲留言說 他不是新加坡人嗎?怎麼又變廣東人? 你到底是嫁哪個老公? 就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新加坡人 其實很多都是中國移民的後代 然後老師家是廣東人的後代 對啊對啊 所以他們家其實都是講廣東話的 所以呢其實在新加坡 常常可以聽到台語 因為有福建人 然後在外面也常常可以聽到廣東話 因為有廣東人 哇這個脆皮玉米卷 72號 蝦餃王 燒賣 是小小燒賣 小小燒賣 好可愛喔 好像剛好一口一個 來教教我們蝦餃的廣東話 要怎麼講呢? 蝦餃 那燒賣呢? 燒賣 那如果我說老闆我想要吃蝦餃跟燒賣呢? 老闆我想吃蝦餃和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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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幫我們吃吃看小小燒賣 好不好吃 好吃嗎? 一定會喜歡吃 那我們來吃吃看蝦餃好不好吃 你咬一半 這也是 好結實的蝦喔 感覺有完整的蝦仁在裡面嗎? 裡面的內餡超大超結實的 而且這一籠剛才4塊多吧 一個5塊 我覺得它是蝦餃吧? 好吃 而且皮好Q喔 我有一個預感 有人半夜想吃東西的時候 會叫我來這邊賣 下一個我們來吃蘿蔔糕 蘿蔔糕 來我餵你 硬嗎? 口水嗎? 如果我講到髒話的話 你要告訴我 因為我不知道 我覺得它跟其他的蘿蔔糕 外面的蘿蔔糕都吃起來 哪裡不一樣 不管先別說口感 它很香喔 真的有那個芋頭味的 可是我們點的不是蘿蔔糕嗎? 是蘿蔔糕 我忘記了 因為我在吃芋頭糕 你這樣不是就證明我們節目都在作假嗎? 快點快點我們要介紹下一道 因為要趕時間 下一道我們要吃 蘿蔔糕 好吃嗎? 好像我們拍太久有點發硬了耶 不是很硬? 好糟喔 因為它的糯米飯 它放了豬油 所以好香喔 好好吃喔 這個如果加很多辣椒醬一定更好吃 加台灣的甜辣椒會更好吃 這個是沙拉蝦 這個我不會耶 這個你不會 有網友會嗎? 可以留言教它嗎? 春捲怎麼講? 春... 雲 春雲 雲 雞 好好吃 超級酥 但內餡好像還好 再來再來我們吃腸粉 它的醬有點不同 它的醬如何? 醬是什麼味道啊? 嗯...豬油味好重喔 可是你吃它的皮 它的醬有點像 我覺得...喔我知道 有沒有很像 豬肉乾的味道 你再吃一口是不是豬肉乾的味道? 就因為有點豬油味又甜甜的啊 嗯... 就美珍香豬肉乾的味道啊 再來倒數第四道 我們要吃什麼? 鳳爪 好吃嗎? 有入味嗎? 好吃很軟 很入味 真的嗎? 而且... 它跟一般的那種蠔油 比較稀的那個汁不一樣 這個也是有點 豬肉乾的味道 然後它的醬比較稠 但是它的鳳爪是有入味的 而且... 很Q 然後很好 就是骨肉分離 對不對? 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 注一下它就出來了 嗯...這個也好吃 最後一道喔 接下來我們就要吃甜品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 很少飲茶會有的啊 可是... 今天... 很想吃 它叫... 那雞翼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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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翼 雞翼 這個好吃嗎? 好Q喔 這個啊 我覺得還好 它的味道 會不會買回家冰一冰比較好吃 因為我們還蠻常 就是我們很迷那種... 就是滷味啊 然後不是每次都去牛車水買一些那種 就是人家滷好的然後蒸空包 就是都... 就很鹹啊 可是這個還蠻好吃的 這個很像媽媽自己煮的 就淡淡的 但是也很夠味 甜點時間 這個是我也很期待今天的 因為最近... 芋泥 對啊 因為最近台灣很流行吃芋泥 芋頭 這個很像那個... 很像... 五隻麵包 然後... 放那個芋泥進去 壓邊 對不對? 對 對 我等一下要打包 打包兩盒啦 不要太誇張 好吃 畢點... 畢點... 今天的畢點出現了 我是不是太激動了 流沙包 我想說要流沙包 以後我去查的時候要怎麼點流沙包 老沙包 對啊 老沙包 就是老沙包 好厲害喔 這不是奶黃 你點錯了是不是 怎麼有芒果味 這個我可能下一次 最後 這個是老師最喜歡的 蛋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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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給我來十打蛋撻 要怎麼講 流沙包 三打蛋撻 為什麼要十打呢 你可以... 十個也不要容易講 因為他們... 廣東... 我每次看那個港劇 他們買蛋撻都是一打一打的買 不是嗎 你根本... 你根本... 你根本到底是不是廣東人啊 那你跟大家說說看 為什麼你最喜歡蛋撻 因為你... 以前追我的時候 我天天都買蛋撻給我的 而且都是很大喝 所以你看你有多好追 我只不過用了蛋撻公式 我就追到你了 因為那家蛋撻好吃 那你怎麼不跟賣蛋撻的交往啊 習慣 好來吃吃看 我喜歡的是那種... 千層 你喜歡的... 你要吃的那個是菩薩蛋撻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 我喜歡這種 酥 這個回家烤一烤會更好吃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喜歡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再見 拜拜 生年百樂 恭喜發財 謝謝下次再見 好 謝謝 不可以